24. 工商時報 外匯探手美元競將人民幣緩升 2015年7月18日外匯探手C5曾迫分希臘退歐GREXIT衝擊全球投資人的風險為納 雖然希臘國會於7月15日緊急通過緊縮措施後危機落幕 但中國經濟成長面臨考驗 股市在6月中旬見高後急錯引發金融市場恐慌 另一方面 美國聯準WIVIT主席葉倫7月15日赴國會報告表示 隨時啟動首次升息 美國升息戰在言上 對全球下半年經濟勢別有所影響 考量近期金融市場的波動導擊性 渣打集團研究團隊此次分析投資人較為熟悉的主要貨幣在風險 趨備Risk of環境中的表現 研究發現 美元和市場波動在不同時期會有不同的相關性 取決於聯準匯的貨幣政策 全球正經情勢和期貨市場正部位等基本面因素 吐一、2000年時美國網路股泡沫崩解後 在2001萬2008年期間美元呈現長期持續下跌的趨勢 反映當時美元價值高估 以及資金流出美國尋求境外交高報酬的情況 2008年後美國次貸風暴以及歐元區主權債危機相繼發生 被險貨幣特性突顯下 美元正式足底 2014年年中過後 隨著聯準匯縮減規模以及美國可能啟動升息的預期 美元展現1995年以來最強勁的漲勢 且順向經濟循環Procyclico的趨勢更為顯著 不在僅是單純的避險貨幣角色 美元對日元匯價今年底將突破130相同期間內 日元和瑞朗街顯示出避險貨幣的特性 由以日元最為明顯 S及P500指數的波動度越高 日元升值的趨勢越顯明確 近期受到希臘退勾危機的干擾 美元對日元匯價從125億度回扁至120左右的水準 雖然近期日元出現短暫升值的現象 渣打集團研究團隊認為要達成百分之二的通膨目標 日本央行細必進一步政策寬鬆 相較於聯準匯準備升息之際 美、日間的利差因素將主導日元匯價 如果至今年年底美元對日元匯價將突破130以上 相反的 澳幣、紐幣以及加幣等商品貨幣就歷史經驗而言 股市的波動度越高 商品貨幣受創的程度越深 就澳幣為例 當金融市場處於高度波動時期 澳幣吹扁的幅度甚為明顯 這個結果是符合經濟邏輯的 因為澳洲為礦產出口大國、全球 尤其是中國 對於鐵礦砂等礦產的需求而受景氣循環的影響 再需求不振時鐵礦砂跌價將連帶衝擊澳洲的經濟表現 會直接反映影響澳幣的走勢上 現階段無論是市場避險情緒、美國聲色議題 中國需求不振等因素均對商品貨幣造成莫大壓力 後市展望營保守 不排除進一步下探的可能性 人民幣穩約盤石 Q3微貶年底就聲渣打集團研究團隊認為 下半年人民幣對美元持續貶值的可能性較低 溫和升值的可能性相對更大 主要的理由有三 一回率持穩對於中國經濟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 以及自由化有重大的意義 而且是黨不住的趨勢 二允許人民幣貶值將刺激資金外流 且無助於改革進程 三人民幣納入SDR的目標意味著監管 曾不會容許匯率大幅波動 人民幣匯率穩約盤石 不受風險趨被Riskolf因素干擾 徒二,預計第三個日微貶後 年底將升至6.19 在廣告 滿足的湖 期間 的是 增加